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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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亩地就是在267左右 他叫正希 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阿拉尔士巴团巴连职工 风产又风收 他和这里所有的石花工们 都沉浸在风收的喜悦中 记者本想拍摄他采收棉花的画面 却无意间记录到了 他和维吾尔族石花工们的一段对话 今天晚上到了广航上去 我烤点烤羊肉 去要不要去吧 咱不能去嘛 好吧 正希说新悬了一年 现在终于看到曙光了 这三年来 就数今年的棉花价格高收成好 只要维持住现在的价格 这70亩棉田赚个几万元钱不成问题 维吾尔族老乡喜欢吃烤肉 再歌再舞 所以他正准备晚上请客 靠劳一下大家 晚上我们在约定的小巴扎 见到了正希 来到广场的中央 库尔班一扫之前采访时的羞涩 伴着民族音乐 已经跳起了热舞 进歌热舞之后 大家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这边香温温的羊肉串已经烤好 大家围在桌旁 准备开始吃大餐 那么在新疆棉花主产区 其他种植户的收成又怎么样呢 这个耳材虽然没问题吧 多少亩地 三百多亩地 这是皮棉 然后呢 今年呢 现在起步就在一万股潮上 基本上一顿皮棉 净增加了两千多块钱 一个棉笼 一个承包定额 大概四十亩的这个水平 征收一万块钱 很明显是具备的 我只能说现在预期 从2014年以来 我国连续三年 实行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补贴 2014年紫棉平均价 大概在每公斤六元左右 2015年在5.5元左右 今年是7.5元 而棉花总产量 2014年是616.1万吨 2015年是560.5万吨 今年预计460万吨 但预计2017年 棉花的消费量是780万吨 那么今年价格的上涨 是不是产量下降 供求关系紧张造成的呢 总体来说应该是供大于求的 因为国家毕竟 还有800多万吨的储备棉 将会在明年的3月份 开始轮出 我们国家今年还有 460万吨左右的棉花产量 另外还有90万吨的棉花的配额 据了解 今年之所以棉价上涨 是因为皮棉期货市场 受到国际棉价和金融资本的影响 价格一路走高 带动棉花现货价格高齐 那么这种逆势上扬的行情 是不是让棉花种植户 趁机大赚了一把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 阿拉尔市巴团二连的职工 叶光荣告诉记者 这一年他过得并不容易 前期受了一点自然杀杀的影响 就是说年轻人们 苗不得不行 反正今天我跟我老婆两个人 天天补种解放 搞了整整20天时间 现在看来的效果还不错 今天这样算一下 大概有的是三万多 接近四万块钱 叶光荣种了40亩棉花 取得了丰收 他给我们算了一下 他的生产成本 每亩地必要的农资及生产成本 是1500元钱左右 今年的实花费是每公斤1.8元 按照平均亩产380公斤计算 就是684元钱 每亩棉花总成本在2184元左右 再减去每亩地 要向机体上交76公斤棉花 按照目前7.5元的子棉收购价 他每亩地的收入是2280元左右 纯收入96元左右 他种了43亩地 纯收入就是4128元左右 这样算下来 种棉花的收入只能算宝本 那么他赚到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国家不该补贴了 纯粹是老板是亏的 是成本难关出现 就挣不了钱 种植户们告诉记者 今年的收成算是中等偏上 好收成加上好价格 勉腆的收入才能保本 或者略有盈余 可从国际市场看 我国目前棉价 还要略高于国际棉价 那么为什么 我国的棉花种植户要增收 还得指望补贴呢 其中原因我们从夜光融算的成本账可以看出 在它的成本中 石花费占到了总成本的三分之一 那么这部分支出 能不能靠已经推广开的机彩棉 来适当压缩呢 这是一台彩棉机 看这个轮子没有 比我的人都高 这台设备呢 大概得在两百多万左右 而且呢 我刚才问了一下 这里边的这个负责人啊 这样的一台机器 他工作一天 所能采的这个棉花的总量 大概也需要六百个这个采棉工人工作一天 他们的这个量才能对等 我以前那个三千多 三百都是两三千 一个车收割就别没记住了 从你们这个直观的数据显示 今年的这个机彩的面积 跟往年相比 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下滑 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为什么低成本高效率的机彩棉 反而会被压缩呢 原来今年机彩棉的品质又大幅提升 但加工程皮棉后 含杂率仍然无法和手彩棉划等号 作为加工厂来说 它当然倾向于这个手彩棉 因为手彩棉它的含杂量小 然后三丝呢 毕竟是人手彩的 带进来的也很少 我们的手彩棉 我们的打包的时候 那个一心千维 我们全部都没有 就是你看咱们那个棉包 包头上有一个N No 但机彩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要争夺一下 另外 在机彩棉加工的过程中 必须要增加两道去除杂质的工序 从而对棉花的纤维长度和强度 都有较大幅度的影响 每吨皮棉的销售价格 要相差一千元钱 为了顺应市场需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有意引导种植户 降低机彩棉棉比例 如果我们的产品不能够和市场的质量相吻合的话 那我们的价格 销售价格就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根据今天这个情况的一个对应 就是品种 和今天气候条件的一个对应 觉得采取适当降低机彩 增加一些手彩 据了解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机彩棉面积 曾经一度达到95% 但是受到市场对棉花品质的制约 近年来 机彩棉面积 逐渐下降到50%以下 然而 国际上比较受商家青睐的澳棉和美棉 都是机械化采收 但是 它们在种植品种 技术 和后期加工的技术上更加成熟 所以生产的棉花含杂率低 品质好 价格高 我国目前虽然棉花价格 与国际接轨 受含杂率制约 机械化程度低 种植户的利润空间 反而被不断攀升的人工成本起张了 农业机械化一定是我们以后发展的 长远的这样的目标 我们现在不行 可能我们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面积 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这个农业技术 采收水平 和提高我们的这个 机械设备的先进性 合理性 然后适应我们的国情 和适应我们的种植模式 支持研究适合于机材的棉花的品种 种植模式 以及这个机材的设备 目前我国各级科研部门 从制种 种植 采收 到后期的加工等各个环节 正在积极研究 适合于机材的技术 全面实现机械化 还需要一段时间 种植户们直接面临的 就是新疆棉花 把目标价格改革补贴三年试点工作的结束 明年开始 种植户的收入又该如何保障呢 主要考虑就是棉农的 它的生产成本比较高 不自然灾害风险比较大 它也是属于一个弱质群体 所以国家呢 还是每年要拿出一定的财政补贴来补贴 我想是应该是可以放心的 那大概新的政策会什么时候落地 从就是以往经常看 基本上是每年的四月左右 就是新的政策会出来 现在国家有关部门也在加紧地研究 明年的棉花的补贴政策 那么除了被动接受补贴 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增加农民收入呢 记者调查时发现 同样品质的棉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工的销售价格 要比地方棉花种植户的棉花 每公斤高三到五毛钱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拨下来以后就叫棉子 要把这种白色这种植子要剥掉 这还有用吗 有用 而且今年这个价格呢 绒的价格增长基本上在百分之四五十吧 剥完绒以后呢 就变成光子了 这就是光子 这个预测稍微深 对对对 这个光子的价格呢 去年起步价大概在一块七左右 今年起步在两块二三 光子会炸油 炸了油以后 它还剩一个棉科 棉科是做饲料的 从市场预期来看 它也会有一个较大的质量 所以它一个体系 都发生了一个 都出现一个在上涨的一个知识 翟宝江告诉记者 今年与棉花相关的所有产品价格 都在上涨 而他们的加工厂 可以把收购回来的紫棉 分离成若干产品出售 对于棉花 他们做到吃干榨进 让职工享受到棉花 所有副产品 所带来的利润 但是这种做法 对于个体的小种植户来讲 是无法复制的 因此国家鼓励种植户 走规模化经营的路子 最大限度增加收益 积极应对市场风险 国家扶持就是鼓励 这个植棉大户 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及产业化龙头企业 这些新型的农业主体 棉花市场已经充分国际化 谁的棉花质量好 成本低 谁就有钱赚 中国棉花种植环节成本高 直接影响了加工 销售棉房等 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竞争力不强 市场话语权不够大 价格偶尔反弹 也无法改变 赔多赚少的局面 中国的棉花要想赚钱 关键还是要用 提高机械化比率 加大品种研发 田间管理等环节的 技术开发 为采棉机使用创造条件 就是一个很有效的 降低成本的办法 只有整个中国棉花产业的 竞争力提高了 种棉的农民 才有可能成为 国际竞争的赢家 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明天我们的节目 将会带您走进 棉花零散种植户 和新疆生产建设冰条 的规模种植相比 他们又会遇到哪些问题 棉花收购 加工环节企业 在今年棉价上涨的情况下 又会如何面对市场呢 请您继续关注 我们的秋收算大账 系列节目 有传言说 螺丝里有寄生虫 重金属含量也超标 这到底是真的吗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种水产品 螺丝 炒螺丝啊 是一道家常美食 民间有一叠螺丝千般去 美味佳肴均不急的说法 可见大家对它的喜爱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 当记者来到水产市场探访的时候呢 却发现这螺丝不太容易买到 这是怎么回事呢 没有螺丝卖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由于担心河流鱼塘的水质问题 不少人觉得它会不干净而拒绝食用 这一家摊主告诉我们 由于现在不是吃螺丝的最佳季节 螺丝的销量的确要比前段时间少很多 记者注意到 前来买螺的市民大多也都选择购买海螺 购买螺丝的人确实较少 人家说什么寄生虫啊什么东西啊 看来普通消费者对于螺丝的安全问题 的确是有些担忧的 那这螺丝里到底有没有寄生虫呢 记者在市场上随机购买了一批螺丝 将它们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 我现在来到了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研究所 那么这些呢是我刚从市场上买回的新鲜的螺丝样本 待会呢我会把这些螺丝送进这里的实验室 请这里的专家进行权威的检测 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寄生虫 为了更准确的检测 螺丝需经过沉淀后才能进行观察 在显微镜下 我们发现了一些黄色和黑色的物体 它们会是寄生虫吗 云浆以后现在看到的就是螺肉 下面这块黑色的呢 是它的那个背壳打碎以后的一个碎片 目前从这个视野中我们是没有发现这个寄生虫 专家告诉我们螺丝的学名其实叫做环陵螺 相较于其他螺类螺丝的寄生虫感染率并不高 我们调查发现也是发现了它的现场的感染率还是蛮低的 既然感染率不高是不是意味着完全没有风险呢 专家介绍在我国南方地区还是发现了其感染了寄生虫的案例 新发现是广州广岸线虫的一个中间输出 以前还没有发现 既然还是有寄生虫 是不是意味着螺丝不能吃了呢 专家表示 只要经过高温煮熟了 螺丝都可以放心吃 我们推荐了那么至少是70度 我们要煮5分钟或者10分钟以上 那么煮透了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相较于寄生虫 我们更应该关注螺丝的重金属含量 有传言说 由于河道水体污染 螺丝的重金属含量普遍超标 螺丝尾部的重金属含量更是头部的好几倍 那平时大伙吃螺丝的时候 会不会吃它的尾部呢 为了验证传言的真实性 我们将一批随机购买的螺丝样本 再次送进实验室 进行重金属检测 为了区分头部和尾部的重金属含量 螺丝的头部和尾部将分开进行分类检测 目前我国明确规定 水产品的重金属含量 不得超过每千克0.5毫克 螺丝里的重金属含量是否会超标呢 检测的结果显示 螺丝的头部的重金属 各项重金属指标均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 螺丝的尾部中我们发现 千含量超出了国家的卫生标准 检测报告显示 螺丝头部的重金属含量均较低 然而相较于头部 螺丝尾部的重金属含量则明显偏高 其中尾部的隔含量 是头部的六倍 拱含量为两倍 千含量更是超出了国家标准 达到0.68毫克每千克 也就是说 螺丝尾部重金属超标的传言是真的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重金属含量呢 我们将剩余的同一匹次螺丝放进清水浸泡12个小时 然后再一次进行重金属检测 这一次重金属含量会降低吗 结果出来了 其中尾部的千含量降低了9% 隔含量降低了31% 拱含量降低了58% 看来清水浸泡确实能够降低螺丝的重金属含量 需要注意的是 其尾部的千含量虽然有所降低 但依然高于国家标准 论证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螺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脏 但是为了更安全的使用 还是要注意使用方法 第一 为了减少感染寄生虫的风险 螺丝必须经过70摄氏度以上高温 加热5到10分钟 第二 螺丝尾部的重金属含量要比头部高出不少 今后在吃螺丝时 建议只吃黑色的头部 尾部就不要吃了 化肥作为土地的粮食 为确保粮食产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2016年中国临富肥工业展览会召开之际 面对目前行业整体产能过剩的局面 很多肥料企业选择从调整产品结构入手 寻求突破 但是现在如果说企业也想做得好 我们现在也就主动的去 也跟科研局共同参与研究 共同去开发这些新产品 叫老百姓高产 征收 还有绿色生态 要开发这样的产品 注重创新 提升产品技术含量 也是转型的手段之一 比如在使用量很少的情况下 能够增产 达到增产的这个目的 通过我们的核化技术 使化肥就是减量增效 解决土地 板结和酸化 寻找高效的肥料利用方式 也是企业下一步关注的重点 对中国肥料的施肥方式 和施肥的习惯 我们将进行改变 不管是施肥一体化 还是现在的这种 中肥通博一体化的施肥 都对提高肥料领域 有更大的帮助 配比相应的专业 可能就设施方面配套的 可能就更会完善一些 未来更多的企业将从生产 转向提供综合的农业服务 现在肥料作为我们的基手的 一大块 接下来我们做现代农业 主要是做现代农业服务 打造种植全程价值链 就是我们把种植大户 全程所需要的产品服务 包括农资 包括农产品 包括农业服务 包括农业金融 那么的话 我们都会进行完善和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查询往期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央视网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去交三农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